观众瞩目的2024新竹市儿童游艺节 即将在4月4号到4月7号盛大登场 新竹市长高恒安也特别在活动前一天 邀请新竹市超过500位的小朋友 抢先体验率先开箱 那因为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小朋友们 先来抢先试玩一下我们现场的设备 那当然也包含说我们在整个活动的体验当中 可以透过今天的小朋友试玩的回馈 能够让我们明天的这个开幕可以更加的顺畅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在地的新竹的许多的国小的小朋友们 一起跟着我们来体验儿童游艺节 那今天大概有500多位的小朋友来到现场 那我们今天呢也让这个来自英国的Big Top Mania的马戏团呢 现场也是试着就是跟小朋友做了一点很简单的表演 那小朋友的反应非常的好 大家可能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看到国外的马戏团 来到台湾的演出 那所以呢在这部分的话也希望和大朋友小朋友 爸爸妈妈们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到新竹市 来体验这个难得的英国的马戏团的表演的演出 由于每年儿艺节都受到民众广大回响 新竹市长高宏安也提醒民众可以多加使用接驳车 来抵达活动场地 详细资讯可以参阅新竹市文化局官方网站 那我们也要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一下周边的一些接驳车的资讯 因为我想其实在去年的这个儿童游艺节我们创下了超过22万人的这个游艺的这个栏次 所以呢想必今年呢大概也会有很多的人希望能够来到泡泡乐园 所以呢要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接驳车 那在周边的这些停车跟接驳车的资讯呢 欢迎可以到我们新竹市的文化局的官网 可以尽快的来查询来了解 文化局提醒这次活动还可以几点换好礼 只要来现场参与活动 拍照打卡或填写问卷都可以几点 几满三点可以玩大型扭蛋机一次 几满六点还可以抽全球限量版的泡泡龙公仔 记者简舒淇采访报道